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有沒有無限可為的函數 TOP analytic 當考慮一個函數的TELA series 一定要無限可為 這是根據定義 對吧 當它會收斂到Fx的時候 我們說它是analytic 是吧 那 有沒有這個函數 它是smooth function 但它不會analytic 有的 那這個例子是標準的例子 所以它說 even example 這個函數呢 我們直接調整 我們考慮這個函數F 這個函數呢 這個函數呢 定義成-1的s平方分之1 如果呢 這個s不等於0 你稍微觀察一下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在s逼到0的時候 s平方分之1是 這樣是逼到無限大 那 前面一個副號是把它放到分母 對吧 那 對吧 你要無限可為 是吧 那你在0點必須要連續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在s等於0的時候 根據你的剛剛的觀察 那它只能定義成0 是嗎 然後因為s平方分之1 負號永遠為負 對吧 然後exponential的值永遠大於或 它永遠大於 大於0對吧 對吧 好 那它是一個逼真函數 所以這個的值永遠會小於 或等於1的0次方 1對0次方是1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這個函數在s平到無限大了的時候 它事實上漸進到1去 是吧 而且是它最大的值 對吧 因為這邊都是負的值 然後我在講什麼 所以它 然後呢 然後它是 然後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逼真函數對吧 對啊 因為s越來越大 s平方分之1越來越小 負號下去就會越來越大 那它對稱於負的那個部分 對吧 所以它事實上是逼真對吧 跑到無限大的時候最多跑到1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相當的 最小值是在這個地方等於0的地方 所以它相當 它走得非常的慢 它跑到無限大最後 不過才跑到1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圖形應該是相對非常的平 好 你可以去把這個圖形畫它一畫 但是anyway 這函數在0點附近會是無限可為嗎 我們剛剛只是就連續說它的曲子必須要是0 對啊 但連續並沒有保證它可為 所以這個函數呢 它在0之外一定是一個無限多階可為的 因為exponential是無限可為的 s平方分之1在s不為0的時候是無限可為的 而成的結果是無限可為 唯一會出問題的時候是在s等於0 所以我們來看看它在s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會可為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只能跟你不能用其他的訊息算法則 因為它就是分成兩層來定義的 所以它在0的地方的可為 畢竟透過考慮它的定義 所以你讓sb到0 你去看它在0點附近的函數倉值 除上變數倉值的極限是否會存在 好 然後就是f of x 減掉f of 0 除上s 減0 在這邊你用s跟你用h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用s 好 那f of 0 是0 這個是0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的 它在sb到0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s 分母是s 分子是負的s平方分之一 好 然後這一個東西呢 事實上負號的意思是放在 負號的意思事實上是把它放在分母 就把它拉下來 我把它拉下來的時候呢 呃 不是非常好 為什麼 欸 好 不好嗎 那 反正我把它拉下來 這邊才是sb 分之一 對吧 然後這邊會變成 無限大 sb到0 s平方分之一 就會變成 無限大 對吧 所以這是無限大 s是b到0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帶定式0 成無限大 所以我們再把s 對吧 拉到分子上去 會變成s分之一 就是sb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時候呢 就會變成是無限大除 無限大 那我就可以apply hospital rule 可是在這地方不好 為什麼 hospital rule 你要對s分之一 微分 你要對這東西微分 你可以發現我越微 越複雜 原因是因為你是s分之一的形式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在你要hospital rule之前呢 你發現這不行 你越微越複雜 而這只是我的第一階微分啊 所以你就會發現呢 呃 有沒有辦法 容易apply hospital rule 有 你就是把s分之一 變成p 你對t的微分 這邊就會變成t平方分之一 你對t t對t微分非常容易 e的t平方對t微分也 非常的容易 所以你會發現s分之一 是你不想要處理的微分 所以你最好把s分之一 再用變換變數來做 所以你d t呢得於s分之一 那這時候呢 當t的s分之一的時候 s逼到0的時候 事實上t會逼到無限大 同意吧 好 然後這邊就會變成是 那個 呃 呃 你要分成正無限大跟負無限大 在這情況之下 是吧 因為s逼到0有正有 有負 是吧 好吧 先讓他逼到無限大去 呃 然後呢 是 好 先讓他逼到 這邊有一個正跟負 我們先讓他逼到正 好 就e的 欸這邊符號我已經擦掉了 我只是沒有寫得很乾淨 好 t平了 然後這時候你會發現呢 他會是 等一下 對 他會是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好 這時候applap之後如果tb到無限大 還是有一個tb到負無限大的 你變成你要走兩種 好 然後這邊變成e 這邊變成是2t的et 這個情況 你發現 如何 這個指示算是0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微分 ok 所以這個inbri 他在0點是可微的 所以這個inbri 這個in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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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0點的地方 e就是可微 然後s不為0的地方如何 那 他在s不為0的地方是這個函數 那你就是對這個函數做 做微分 然後你會發現 他會變成是1的負s平方分之1 在乘上對你負s平方分之1 再做微分 對吧 所以是s的-2 對嗎 微分要多一個係數 負s平方 所以s的負2 負2層面的負1變成2 然後指數卷1變負3 所以你會變成是兩倍的s3次數 然後你發現這個形式 跟我在處理這邊的這個形式 是4上次 一樣 這時候你再把 在放到分母的時候 就變成是s3次方的這種東西 對吧 然後你再把他 我又不是在講什麼 然後你再把他 結果變成這邊會變成第三方而已 但是這隻東西 所以你cospital要有很多次 所以從這裡的技巧你會發現 他的二階微分這0點依舊是0 然後三階微分亦然 然後你會發現他這時候 違背的時候還會出現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s平方分之1的東西 乘上這個一個是他 但不管怎麼樣 他的這些項極限都會是0 對 他有好多項 但每項極限都會是0 就是從你這邊觀察結果 你發現這個形式 跟我這邊的形式式上是一樣 所以這個ifly這個函數 所以similarly 在osmine的函數你可以發現 這個f的k次微分子 在0點是存在的 同時他一定就是0 他一定就是0 好 那技能如此 這個函數是一個smooth function 沒問題了 對嗎 那這個smooth function 構造出來的teller series如何 如果立以0為原型 對嗎 為我的那個基準點 他所有的 他包含他的取值 到他所有的微分的取值 都是0 所以他構造出來的teller series 是一個0函數 對吧 可是這個函數f1s 是一個0函數嗎 他不是 這是他處處為0 因為他的基準點是0 所以在這裡他的teller series 好 這個函數f about 這個s等於0 釋放is the zero function zero function讓他收斂 但問題是f of x顯然不是0點 不是一個0函數 他基於這個s0取值為0 他其他不為0 對吧 所以他在 所以這個函數呢 這個teller series呢 在0之外的點 永遠不會收斂到f of x 所以你就會發現 找到了一個函數 他的teller series存在 可是他不會收斂到f 所以我們有smooth function 但他不是analytic function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 基本上你應該要知道的場次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很標準的一個例子 好 最後這個章節 我們來計算一下 那個teller formula 所以呢 compute the second second order teller formula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s加2y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他要你 在哪一點展開也不按 他要你在零零展開來 所以他要你在零零展開來 算到他的二階 開個多項 開個多項是 OK 算到二階 所以他還有一個剩餘項 是二階之下的 好 兩分鐘給你 好 好 一般的teller formula 是這樣的 取決你要算到多少 所以如果呢 你是算到r4的teller formula 那他就算到了 那他基本上是kj1分之1的drf 然後這邊pong 你是對哪一點做展開 所以這邊是s0 然後這邊放入的是哪一點 那如果你是用s0 那就是s0加h 那如果你是用點 那就是s解s0 那取決於你 你想用什麼樣 好 那等我再講什麼 你可以用s加s 你也可以用s0加h 取決於你 你取決於用哪一種的方式 好 這個是他 然後這個不是他 那他不會等於他 他的formula是說 他還有一個剩餘 剩餘項 所以這根據符號 如果你算到r 對吧 那這是r的剩餘項 是吧 之前我們是算到r-1 所以我這邊是r-1 好 然後這個 這個是r呢 跟那個 這邊是r 然後這邊放的是s 就是x 就是那一點 跟你在哪一點 這一點跟 這一點的誤差 是嗎 你不同的點 有不同的誤差 對吧 所以呢 所以這邊呢 是h寫s0 或者是s0加h 總編支是這樣 這是他的基本工具 但他的問題不在這裡 他的問題在 你要去算這個東西 只是你要連算 r是 從r等於0 r等於1 r等於2 一直算到r等於k 所以in general speaking ok 我今天不是r 這邊是k in general speaking 這項項到底怎麼算 這才是重點 如果你知道公式 然後你不知道這怎麼算 那這公式對你來講 是無意義可言的 好 這東西到底怎麼算 記得 然後我們說過事實上 這是一個k linear 所以你只要知道 他在標準基底上如何取值 那這個其實是nele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 他這個東西會變成一個和 對啊 然後呢 你各找一個基底出來取值 乘上他的系數 好 所以為了方便體限 我不這樣寫 我就直接寫成v v v 有點麻煩 嗯 嗯 嗯 因為這都一樣 對嗎 我就直接取成vvv吧 哦 他不一定要vvv對吧 因為現在這個都是一樣的 對吧 我就變成要有vvv到vvv 好 可是我vvv又有他的座標 所以你就算出 都取成vvvv 好vvv 然後這時候呢 你總共各取 所以他有k linear 所以你這邊對這邊 對這邊linear 所以事實上你的index 有你取出哪一個來做展開 所以這邊取ie展開 這邊取ie展開 這邊取ie來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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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知道會有ie一直到ik從1到n 對吧 然後裡頭呢 事實上就是這邊是換一下 這邊換的是eige 這邊 e 2 g 裡 連連連一直到 e i k g 裡 對吧 然後我們知道它作用在這上面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對回應的變數做偏微 所以這個地方會變成是 d k f 對它做偏微 然後分別對 s i e 一直到 s i k 然後曲直在 f 0 對吧 然後你這個東西應該對它展開有個係數 叫做 v i e 對吧 所以 v i e 是這樣 所以這裡這一 part 對尼尼的時候乘上它的係數 v i e 這邊要乘上它的係數 v i e 這邊要顯示它的係數 v i e 所以這邊是 v i e 一直到乘上 一直乘上 v i k 那你剛才你可以看到 這邊事實上就是 sum mention v i e 乘他 這邊事實上就是 sum mention 的這個東西 那每一個用它的 g 裡來表 所以上出來的時候 sum over i e, sum over i e, sum over i k 所以從 i e 到這裡 然後每一個就是這樣的東西 好 這個是基本上是前面我們所講的 在這地方再做一次最後的復習 所以它的曲直式上是這樣 有了這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算這個題目 而沒有問題了 所以第一個你要算的是 k 等於 0 k 等於 0 的時候 現在的點在 0 0 所以 f of 0 你要去算 f of 0 0 帶到你這裡來的時候 我的函數是這裡 所以 s 等於 0 y 等於 0 所以 cos 0 是 那是 1 再來到 你算第一了的時候 對吧 那你有兩項 對 s 做 邊緯 對吧 不 你做一節微分 但現在有兩個變數 對吧 所以你有對 s 做 也就是你的基底只有兩個 e 1 跟 b 2 所以你有這個 f 呢 對 s 做偏微 那分量是多少 好 所以你看呢 他對第一個做偏微的人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他是 負的 sin 的 s 加 2 y 還有呢 對 y 做偏微 取直在 所以你 1 又是用圈入 所以對口算做微分 得到負 sin 對吧 再對裡頭東西做微分 s 加 2 y 對 y 做微分 得到 2 所以是負 兩倍的 sin s 加 2 y 好 就是 x 然後有了這個之後呢 你用取直在 0 1 0 對吧 好 所以這時候 你這個一定要行 我還要再做二十元科技篇文 好 所以這個東西會推得呢 這個 然後在 0 1 取直呢 好 那你可以發現 這是 0 這是 0 塞 0 取直永遠是 0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是 0 這個 1 取直永遠 這個 1 取 好 然後再來呢 我要考慮的是二次篇文 二次篇文有 4 個 那你可以發現說 我大概只要寫 2 個 原因是你可以發現 這些都是連續函數 所以他再一次微分 1 就會是連續 所以他的二階篇文會連續的話 那他二階篇文的順序是可以戶掉的 所以事實上二階篇文有 4 個 事實上我只要算 3 個就可以了 好 所以再來是 f 的二階篇文 所以對他做兩次微分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對 S 做微分 好 所以 sin 的文是 cos 然後裡頭再對 S 做微分 所以就是負的 S 加 2 完 還有這個函數呢 剛剛是對 S 做微分 我現在對 Y 做微分 是嗎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 依舊是那個 依舊是對 S 做微分 但是裡頭在全部的時候 S 加 2 的 Y 要對 Y 做微分 會得到兩倍 所以就是負 2 的 cos 的 S 加 2 的 Y 對嗎 基本上因為他都是連續函數 然後 sin 部分你怎麼圍 就是 sin 和 sin 所以基本上微分的結果都會是連續 好 再來是對他 他的時候 S 的部分不用微了 因為剛剛已經說過 他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事實上只要對他在做 Y 的微分就好 所以這個東西對 Y 做微分 我們全部在 S 完 所以很快就知道 這是負的 4 倍 cos 的 S 加 2 完 全部對我們來講不是問題 對吧 所以在微分區分譯的時候算過大量的律者 所以基本上大致上一看就知道是怎樣 好 所以這時候我取值 所以照著你寫的完全 好 這個呢 那些偏微的零零的取值 好 你可以發現 對 那這是負的1 然後 這是負的2次偏為 4 負的4 是嗎 好 最後你的答案 30 秒給你 好 你不用一天算完了是嗎 不用累了 好 那竟然如此 很好啊 所以他的那個 他的 functional 是什麼 那就是 那個 teleformal 是意思就是 把他表成 2 次再加上他的 remainder term 這叫 teleformal 對 所以 apple 好 在 00 對吧 好 牽涉到你打算用怎麼樣來表 那因為是 00 無所謂了 你函數 差值跟變數差值事實上是一樣的 好 那我就取變數差值 所以一個就叫 H 也就叫做 k 所以 這個東西可以用 2 階開的展示 再加上他的善於下 這叫做 teleformal 對吧 所以當你的 remainder b 到 0 的時候 他就是 f 了 對呀 對呀 好 所以呢 f 00 是多少 c 然後再加上 你記得齁 你對 s 微分 你就要乘上他的差值對吧 好 因為這是 0 0 乘 h 不用完了 然後加上 0 乘 k 也不用完了 所以那一項是 0 了 然後再來是 2 次偏微的部分 對吧 他是負 1 所以這邊是減的 所以這邊是減的 然後你要乘上 乘上什麼 對 要乘 因為他的兩個都是 x 兩個都是取 1 1 gouvernement e 1 所以第一個 x 多了倍數是 h 第二個 etc 然後我在講什麼 dx 平方 事實上是看成 df dx 跟 dx 對吧 所以這邊呢 當你會發揮你的係數是 h 你對它係數也是 h 就會變成 h 平方 所以就變成是負 1 的 h 平方 然後再加上這裡 對吧 所以 y 給你 k s 給你 h 對吧 前面那個倍數是負 2 對吧 所以是負 2 的 hk 可是另外還有它顛倒的部分 對吧 所以要變成負 4 所以這邊要變成負 4 要不然你就連結兩次 然後再加上這裡 這裡的時候 對吧 事實上是 dy dy 所以各配一個 k 所以就變成是減 4 的 k 平方 但它不會等 等就死掉了 然後再加上它的 remainder turn 是 r 的 2 次 那現在點是 0 0 對嗎 另外一個點是 hk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整個還要再除 所以事實上是 對 謝謝 事實上應該是把負號 一下 以後好 在除 2 や這2 好 再除 2 好 在除 2 物質 掛弧乘上 Football 二分之一 隨你啦 要寫哪一個 我覺得可能寫 掛弧乘二分之一比較好 一開始就應該掛弧了 卖张力隊 好 一開始就應該掛弧 好吧 基本上他會希望看到 階層在這裡